大家好,这里是老范讲故事 今天啊,跟大家讲讲这个EDA软件禁运的事情 最近呢,突然出了一个新的消息 说EDA软件以后啊,不让中国人使了 很多人就出来说啊,这个怎么回事啊 这个咱们是不是又被人卡脖子了 首先告诉大家一个结论 是的,我们又被人卡脖子了 早晨呢,先看着这个散人老师在这讲EDA软件的事情 哎呀,感到压力巨大 对吧,一个这个每天啊 在日本京都送盛的人都开始讲这个技术话题了 这个让像我这种人可能肯定是压力很大的呀 那我也跟大家讲讲啊 EDA软件禁运到底对我们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呢,什么叫EDA软件啊 这个其实大家都讲了 叫电子设计自动化啊 这个东西说的很简单啊 到底什么意思 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吧 比如说我有个手机啊 我要在上面写软件 写个什么软件啊 在上头比如说我按个按钮吧 按一个按钮 按完了以后呢 就把这个软件关掉 对吧 这个是我们写软件的时候要干的第一个活 第一个活就是先关掉软件 对吧 这个是最简单的玩法了 最简单的玩法 那么这个事情我说的很简单 对吧 我说了我做了个按钮 按完按钮这个软件就关了 这个事情是不是非常非常简单 对吧 这个真正到这个代码执行的时候会变得极其复杂 对吧 复杂到什么程度 他首先会说哦 我发现了一只手机啊 这个手机啊 上面有一个软件 然后我这个软件是不是可以运行 运行起来以后 我说哦你们这个手机的分辨率是多少啊 屏幕多大的呀 然后我把这个手机的上面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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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的手机上展开展开了以后呢 我按照分辨率 然后再确定的位置来画这个按钮 对吧 画方的画圆的画扁的 然后你现在是白天模式是黑夜模式是什么什么模式 然后呢我再把这个软件按钮画上去 然后呢再开始循环啊等等等等等点啊点啊点啊你什么时候点点完了以后就干活对吧 然后一直在循环在等待你去点他 然后你点了一下啊终于点了他一下点完了以后说哦 说有人点了点完了以后呢他开始说我现在想退出啊我现在想退出 然后这个再去把整个这个退出的过程做掉 然后说退出了哎 我们现在要释放内存释放这个所有占用的资源 然后要把整个的啊软件关掉吧 屏幕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然后呢重新再把一开始申请的各种各样的权限在交汇给这个操作系统去 然后大概是无七八糟造了这么一大堆东西 对吧这个看清楚了这个事情了没有就是从我一开始讲我按了个按钮把这个软件关了对吧到我讲的后边这一大堆东西 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就是呃叫中间代码啊叫中间代码这还没有到真正底层的机器代码 这个机器代码能干嘛呢 机器代码是做的叫做呃有寄存器啊这个cpu里有寄存器这儿呢是可以存一些数啊 是0啊是1啊是什么呢是叫寄存器 然后呢有地址啊就是说我们要从哪个内存里的或者哪个这个叫做呃叫sd卡叫story那个driver的这种啊这种卡里面去把这个数据拿出来 然后拿完了以后呢再去执行啊请把哪段哪段代码放到哪个哪个计存器里头一行一行去执行 就是cpu只认这个啊啊其他东西是不认的啊那你说你这讲了半天跟这个EDA有什么关系呢很简单啊就是像我现在写程序我只会写最后边的啊 就我一点就执行这个命令就完了剩下东西我都没管那剩下东西谁管呢对吧这个东西叫编译器就是在软件行业里叫编译器就是我们把这个命令然后呢套上一大堆的这个软件的库 然后在安卓里头还是在iOS还是在什么样的手机里头在这个arm的芯片还是什么risk5还是什么样的芯片里头对吧这些东西我都不管啊这都是编译系干的活 编译系干的这个第一件事是就是把它编译成刚才我说那个中间代码中间代码就是我们啊按照这个比如说安卓系统啊iOS系统的这个呃就是这个他的操作系统就认这些东西我们就把它编译成这样的状态 然后呢这个东西其实并不能直接执行对吧这个你说哎我现在要把这个呃全线交给操作系统那操作系统是干嘛的对吧这个CPU还是不认这个东西那么后边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呃操作系统还有一个东西叫解释器啊就是EDA干的活呢其实也是这么个活我们现在比如说设计芯片了啊设计芯片呢干的是什么也是写代码啊也是写代码写的呢可能也是这样的就是说哎如果你发现有一个呃假设是 AV1格式这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开源的格式啊为了这个事儿欧盟刚罚了谷歌他们的钱对吧这个AV1格式的一个视频那么我应该在这个CPU里头装了一块这个AV1的一个处理芯片啊或者处理一个核心然后请把这一段的数据送到那里去处理对吧这个就是我们设计芯片可不叫我们设计芯片我没设计过芯片啊就是设计芯片的人大概写的语言就是这样的东西 然后写完了以后呢这个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引用一个啊AV1的一个解码的一个模块大概是这样我们写软件是这么写的因为这个就是我自己没写过硬件的语言但是大概的逻辑应该是这样 就是你写就写成这样一个一个一个程序啊告诉我这有什么东西那有什么东西然后这个每一个模块之间是怎么进行通路的然后什么样的数据进来哪个地方去处理对吧就是你写了一堆这样的程序写完这个程序以后编译就是他们在英文里的compile那个词叫编译编译完了以后呢就是我先把它编成一层逻辑的然后再在一层一层的编译编译成一大堆的这个就是到底要哪些这个小的这种核心啊 比如说我刚才讲AV1解码核心啊MP4解码核心啊MP3解码核心然后呢或者是一些简单的计算核心啊浮点运算核心啊然后什么其他核心啊这个啊他先编译了就是我给你拆开了大概有这些东西然后呢这些核心完了以后啊啊你还要再去可能比如变成了一大堆的什么三级管啊或者什么这个晶替管要变成这样的东西然后都把这东西都变弄完了以后呢他这个东西叫管角图或者叫管线图啊这个这个我是从那个 叫老实说心里头学的啊这个那个是一个专业做芯片的就把这个东西再完了以后干嘛呢就是我只能用软件因为我自己是软件工程师嘛我用软件的方式跟大家解释软件一般编译完了以后我们会把这个叫高级代码编译成中间代码中间代码完了编译成机器代码这是大概两到三次编译能够最后得出那个0101那种东西来因为这个计算机那个CPU只认0101其他都不认对吧拿到0101 这个东西以后下一步要干嘛还要做优化啊优化是干嘛呢就是说哎我们发现这两块是一样的我们就可以用一块啊或者是哪个地方是可以进行这个呃分布来去处理的或者什么他也得要做这样的东西然后要去做大量的优化啊这个优化完了以后啊他才可以直行形成一个真正的可执行文件哎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芯片也是这样的就是说哎当你有比如几十亿个或者是几百亿个晶替管要排在一起的时候 然后我们先把它都列出来列完了以后呢然后再把它进行大的优化但这种优化人干不了哎都是靠人工智能去干对吧这个做完了以后啊优化完了把它排在一个这个啊完整的一个芯片里头去然后呢做各种测试哎测试就是说我要模拟各种各样的问题说哎我现在有些什么样的数据进来看看是不是可以是不是发热是不是什么哎他这个里边就是我有一大堆的这个设计规范比如什么什么啊必须挨着什么然后哪些东西然后之间要有一个什么样的通道 然后哪些东西是要用什么样的时序来去运算因为晶体管嘛他里头会有一个晶震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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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震啊他要有一个时序在里边去工作的哎那么这个东西啊就是EDA干的活但是EDA他也分很多很多环节不是说哎我这个软件叫EDA买回去包着改病没有大哥啊非常非常多的环节凑在一起啊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完现在咱们国内有没有EDA软件的也有啊不是说没有也有啊但是呢这个只能 能做其中的某些呃具体的工作就没有从全产业链就是从头到尾都能做出来就我这边把语言设计完那头给我啊把芯片设计出来的这种东西是没有的啊只有美国人啊有大概70%市场份额的几家公司三家公司然后他们里头有了一个全产业链的那你说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个全产业链的呢啊这个事啊呃大概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做这玩意儿都费心啊就是他需要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智力水平非常高的这个 他这玩意儿还不是靠人多能堆起来的哎就需要非常少的这种天才然后那个把它可以做出来啊这个事特别费劲第二个呢需要很长的时间哎你需要这个就是这种软件其实不是要做出来的这种软件是是摸爬滚打摔出来的对吧你给我做了个软件然后设计了一个芯片结果发现不行然后改一改然后改的过程可能是我这边改着逻辑那边改着改着EDA软件对吧啊他是这样来的这个就是你要有更多的这个测试机会 比如说我这个软件啊EDA软件我设计了啊1000款芯片了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啊我错误的机会可能已经有这个10万款了啊10万次错误然后最后我做得到了1000个正确的答案那么这个软件可能就会有非常非常有价值哎但你说我现在做了半天哎我设计了原来从来没干过啊这个我这个可能这10万次错误我得从犯一次那是一个很恐怖的过程对吧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过程 那还有什么呢就这玩意不挣钱对吧你看又需要贴真正的天才又需要特别长的时间的积累和这个错误的积累是真正的是你要犯很多很多错误对吧需要犯很多错误的积累然后第三个是需要什么呢第三个不太挣钱对吧这个也国外就给你用了甚至还有免费的给你用对吧他有教育版的你可以直接直接学我的一个东西啊你大学就学的这个然后出来以后你就直接用就好了而且呢他们 因为它是分很多环节嘛人家都已经前后都配套好了对吧如果你要从头做呢你就需要把整个的环节都做一遍或者说你要把企业所有的接口啊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然后做了半天还不太挣钱对吧因为人家原来很便宜你要跟人竞争对吧你不能说这个美国人卖100块钱的你卖1万块钱这个这个不行吗这个就算是我们能够理解说我们为了支持国产软件在这里头有没有人拿回扣啊对吧这个事说不清楚 瓜田里下的对吧所以呢国内啊再努力的发展但是呢确实没发展出来确实没发展出来那你说这个咔嚓一掐是不是我们就完蛋了啊明天我们就再也做不出芯片来了啊也没那么吓人啊也没那么吓人啊这种软件呢他一般是叫license授权方式啊他呢基本上有几种授权方式第一种呢就是教育版教育版的就是这个版本啊是供你教学的啊不是你没有这个所有权那我今天不给你用了你就不能用了啊那这个事呢确实是如此的 然后第二种呢就是我买下了我买断了啊就像那个华为买那个arm芯片的这个设计是一样的我买断了啊这个过程呢是这个叫什么呢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你可以接着使这个是就是因为美国人在这点上还是比较讲法律比较讲契约的啊你买过了我就让你继续用啊当然他人家可能说规定说啊你买完了用了这个芯片以后的你不可以卖给伊朗不可以卖个什么东西这可能是有要求的啊 你就可以接着用哎这个也应该是就是从法律上可以用啊咱们待会待会在说技术上然后第三种呢有租的啊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按年年交年费的那可能今年过完了明年我就不需给你了啊这个就真的没法使用啊这个没有用啊那么这个是啊从法律上说的但是技术上的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啊技术上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啊第一个我新买我买不了了比如说我原来有10个人用我现在要100个人用了那你用不了了啊或者我现在想 盖个新的工厂啊盖个新的公司这事你用不了了啊这个新的没了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你没法升级了因为这种一叠软件你要不停的升级对吧阿姆自己还升级呢对吧所有的CPU所有这些IP这个就是他里边这些呃就是专利啊什么这些东西都要升级的对吧你不跟人升级了你就只能是被锁死在现在这个状态下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哎这个是从法律角度上说哎就算你能用下去你没法升级了没法扩产了 啊这个就算你买断了你也没法懂就像华为买阿姆的那个呃license对吧他只能造阿姆啊上一个版本的他买断了再怎么限制他都可以用啊下一个版本不能用了啊就是这样了那么下面啊咱们来讲讲国内咋办啊国内咋办呃第一个这个国内为什么原来从来没有形成过完整的产业链刚才我解释过了啊几个原因呃规模市场规模小因为他用的人没几个对吧 你说全世界能有几个芯片厂对吧全世界需要的芯片是很多但是需要芯片种类其实没有那么多对吧我可能造一个高通888或者高通8家啊然后呢这个这一年的可能670%的手机就就用这一款了对吧他就是这样了剩下的可能就用旧的啊也不会再要求我高通你去今年给我做100款新的芯片出来然后让我不同的手机用不是这样啊就是今年高通做出来高通8家啊然后呢就是最新的旗舰机啊 都是高通8家甭管是三星的是这个小米的是这个叫做谁的摩托拉拉的还是谁的啊都是高通8家没有没有什么好说的然后呢你说我飞旗舰机飞旗舰机你就用870呗对吧或者你用780或者什么的就是你用去年的前年的芯片就叫飞旗舰机的对吧也就完事了就是所以他每年高通就用一款就完了那你说我就设计一款芯片您老找我收多少钱合适对吧你就是在给他做了个编译系的事 所以他这种上真的不太出钱哎就是国内的这些人去做这个投入呢也很害怕你说我今天投入了坑吃别度砸过麦铁我去投入了投入完里头过两天人说我不限制你了那你你怎么办啊对吧你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打水漂了呗哎这个事是真没法整啊啊这个就叫竞争不过真竞争不过而且你的这种投入周期非常长你说我做了5年了啊人家说我现在不限制你了那这5年的钱谁掏 对吧国家说他掏对吧他掏完了以后那下本人骗不骗对吧是不是真的拿这钱去干这个事去了还是说都揣自己都是移民了这事说不好啊说不好而且呢瓜田里下谁也不敢接这个活对吧比如说今我让我去接这个事情说给给给你一笔钱你去干这个事啊那我这个我得跟人说清楚啊说你把这钱给我我去拿去花去对吧但是呢5年之内不会出成果你放心不放心没有哪个老板放心上你把这个钱 花5年的啊这个这个人心是经不起考验的啊人心经不起考验的哎那么后面怎么办这个如果我们就下定决心我就彻底不用乖的了哎哪哪天就算你再重新开放让我用我都不用了哎这个事呢我们慢慢还是有机会能够把它做出来的啊不是说就彻底做不出来还是有机会做出来的但是呢这个周期极其慢啊这个可能真的是不光是时间慢啊可能你真的需要3 5年 就是你可能需要作费可能几万款芯片啊这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字因为这种东西就真的是在错误中成长的哎没有谁说我一设计出来软件没有bug没有错误这个事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定是你犯了各种各样的错误然后你才能把它弄出来啊所以周期很长而且成本非常高哎这个以后人家就算是免费给咱用贴钱给咱用啊咱都得下决心我就不用了啊这个事呢才有可能说我攒个三五年 能把它攒出来这事不是说攒不出来能攒出来但是呢这个事呢会有一个其他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比如当年啊wps是怎么干这活了他破解啊对吧他把这个office的格式系破解掉然后我来用像我们呢现在也是这样的哎我们也要破解原来比如说人家啊让我们去用他的一些裤啊这个裤呢现在我们也要破解哪怕说我给你原代码了你也得去读啊对吧当然有几百亿个晶梯味 形成各种复杂的逻辑电路的时候你这个读完了以后这个里头会不会有其他的隐患啊或者有没有后门啊这个事情真的是叫一个人藏东西一万个人去找你未必能找得着的这个这个很麻烦的我告诉大家啊非常非常麻烦不是这么简单就可以搞定的哎所以呢我们会破解会去在里边去做这个事情但是这个最最后做完以后会什么呢做完了以后啊就是会有 巨大的安全隐患啊非常非常多的bug就是我们可能在未来四五年里头就会用这种啊bug很多然后非常发热然后经常的就发热很大这个叫做什么经常当机的这种芯片而且这些芯片里头呢可能还有美国人给你埋的坑啊人家可能在留个后门哎你用了人家的那个破解人家库吗破解了你是能用了对吧这功能你能调用了但是没准人家自己在里头就人家坏行不行 那我给你留了个坑对吧只要一掉这个坑用这个坑的某一个代码然后你这个芯片就崩溃了我就可以打开后门去干别的事情啊这个事是可以干的啊这个事是可以干的像这个呃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啊这种坑是怎么留下来的就是以前有一个游戏机叫PSP啊索尼做的游戏机PSP啊掌手机掌机啊就是可以拿在手上玩的大概大概有这么大个的一个东西然后呢他就做了很强的加密啊 说我不让大家去啊破解游戏你一定要花钱在玩买游戏后来呢大家就发现了他有个漏洞啊这个漏洞是个什么呢就是你要去读一幅特殊的图片哎当你读这个图片的时候呢他里头有一个函数是错的就会发生那种叫零除易出什么叫零除易出呢就是大家知道啊任何数啊除以零都是会变成一个无穷大的数对吧那么呢就是他里头有这样的一个bug然后我们就只要让他去打开这幅图片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PSP这个游戏机呢啊就会调用到这个这个坑里面去啊调用到这个bug里头去做了一个零除的易出这个就是你做了零除了啊然后呢他整个这个机器呢就是占用了巨大的资源巨大的就是我需要表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数的一个数据装不下了啊这个啊所谓易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占用了我不该占的内存或者我占用了我不该占的这个这个位置啊一些存储空间我占了我不该占的存储空间我占掉了 然后呢这个时候这个CPU就不知道该干嘛了他会怎么办呢重启哎重启这个叫做PSP的手机啊叫掌机啊重启PSP掌机 但是这个时候呢重启的又非常的不彻底啊正常的重启是什么样的呢我会把内存会把所有这东西清空的重启啊我一重启我就把整个的内存清空然后我重新译读这个引导然后这样去啊启动手机启动电视启动各种各种各种设备都这么干的 但是他这种呢是因为易出来重启的就是你原来给他准备好的很多程序啊都还在内存里呢然后呢他就开始重启了重启完了以后呢他按道理说应该是啊去重新读取引导信息然后去重新引导这个机器去啊重新开机对吧结果呢他到那个引导区那个地方可能你已经原来写好了一个一个一些指令在那了他就把那些指令执行了然后呢就就把这个你的 等于绕开了你所有啊加密啊什么这些东西都绕开了然后就直接在重新引导的时候呢就把你的这个啊PSP的涨机给你破解掉了对吧就是我们以后再出的芯片可能就会有这样Bug在里面可很多很多后门的Bug啊很多很多后门的Bug 这个也不全是坏事啊这个事呢反正出了也不全是坏事啊有好的一面啊这个刚才我们讲了就是未来几年啊如果我们就下决定这么干了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可能会养出更多的硕鼠来因为呢确实是黑盒子真正搞明白的人不多而而且真正能搞明白这件事的人呢呃99.999的概率呢跟领导说不清楚要不回钱来然后呢这个能从领导那要回钱来的人都是什么人呢 哎就都是可能像宅山英大师那样的人能从领导那把钱要回来对吧他能把这事通思易懂的把这事说明白对吧人家就把钱拿回来了然后呢这个他他就啊拿着这个钱去很努力的做这个国产的EDA软件去了啊这个这一段时间啊我们肯定会这个啊比较耐心的用一些烂东西然后呢如果真的有个三五年啊或者是人就一直维持这个状态啊 美国人说我还是不让你用啊这个我们自己呢就咬着牙就生蛋啊这个事呢也还是有可能能做出来的啊不是说这事都彻底做不出来还是有可能能做出来就是中国人的重新才智大家还是要相信而且呢你要相信什么呢写这些EDA就是在美国写EDA软件的这些人包括最后用的好多这些人啊从上到下的都是华人就是接受的教育省根这些东西跟咱们没什么区别对吧就是这个事情咱们还是可以搞得定的咱们就把他每年参加奥林匹克数学镜 对吧咱们甚至在国内啊比赛搞的这个二十多名的这些人啊压根都没有机会参加国家队的这些人你把他们拎出来去参加奥赛是他也能得第一对吧他就是这样的一帮人你把这些人拎出来让他去做EDA软件他也能做出来没什么做不出来的对吧但是呢啊就是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哎就是浪费掉了哎大家记住这么一个话啊就是数码相机啊真正给了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就是只要浪费的足够 不够多谁都能成为摄影大师哈这个事是有机会的哎可能真的是啊过个十几年几十年后啊我们就会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啊但是这个呢会有一定难度为什么呢因为总有一个流派啊叫跟和派什么意思呢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啊就是这个如果美国人禁用了这个啊一点软件对吧那么我们就再也不能升级了但是这些升级信息其实我们知道对吧这个因为大家都是同学或者什么同事什么这样的东西大家知道 那么呢这个过程呢就是他有可能会跟着这个人家升级了我们也偷偷升级破解升级我一直跟着然后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以后哪天开放了我在接着使对吧如果是跟和派胜利了那么就是哪天人家一开放那么现在我们付出的所有努力呢就富之东流哎如果说我们就是完完全全就是这个啊另起炉灶这个新起炉灶令开张了呃那有可能就是也能走出不同的道路来但是这个非常非常难啊这个过程呢 是极其痛苦极其艰难的过程而且真的是呃死掉100次然后未必能乘一次的结果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就是EDA软件这次的禁运啊然后其他呢这一次其实还进了一些这个芯片相关的原材料啊但是那个我就不是特别懂了啊没有那些原材料以后我们到底是哪些东西做得出来哪些东西做不出来EDA呢它因为还是个软件因为我自己是呃做这个开发工具的呃编译器呢至少还能明白是怎么回事 对吧所以能够用这个呃呃我能够理解的方式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这东西是怎么回事对吧因为EDA 它有这个软件的部分啊有这个酷的部分然后呢最后是形成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输出的结果然后再把这个结果塞到这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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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这个可执行的里头没有错误的 对吧 而且把你这个所有输入的这种逻辑代码的各种错误 各种东西 我还要想办法给你优化掉 或者说把你检查出来 让你告诉你这解错了 不许不许过 对吧 这个编译的时候还要做愈发检查 就这些东西就是EDA干的活 那么这个里头你说技术上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限制 我们也有 有些EDA软件就是 虽然你是买断了 但是呢 他可能每一次启动的时候 还是要去连接服务器 还是要确认的 因为有些呢 他可能说 我只允许你设计多少个芯片 他有可能是按键集费 那么这种的话就是 你可能就是人家还是会继续执行这个合同 但是超过了就不让你用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这个看吧 这个EDA软件就给我们封掉了 至于国内能不能做出东西来 我们就当他能吧 我们就当他能吧 这个现在呢 至少是国内的EDA的这个 或者相关的芯片的股份 股票都在涨 就是美国芯片法案出来以后 国内的芯片股都在涨 美国的芯片股都在跌 这个也是一个很奇葩的情况 这个最后到底怎么样 咱们拭目以待 咱们现在除了拭目以待干不了别的 或者说你们听我唠个磕 然后拭目以待 对吧 也就是这样了 好啊 感谢大家收听 帮忙点赞 点小铃铛 参加我们Discord讨论群 再见